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人很快走入雨中 不知听到还是没听到 另有人从一旁走进来 这是两个披着油布雨衣戴着斗笠的男人 他们问道 老板 酒准备好了吗 见到这两人 陆老四脸上的笑如同盛开的菊花 好了好了 他说着 一面点头哈腰 侧耳听外面 除了刷刷的雨声 还有马车的声音停在门边 他立刻上前 娘子 您请 他低着头 只看到一个女子的裙脚 从眼前缓步而过 但其他人也拥簇而去 陆老四才敢抬起头 看着手中撑起一把油布伞 走向后院的女子摇替被摇 这是谁家的小娘子如此试酒 竟然要包下这个酒方 以及所有的酒为乐 官厅里 高凌波放下手里的茶碗 问道 你是说 中书卢俭正 问了上一次西北战事 面前垂手攻腰的青袍官员点点头 高凌波哼了声 是他问 还是陈少文 青袍官员低声说 听说周凤强一直跟陈大餐 有私信往来 已经两年了 西北京掠史的位置 还是没有落定 随着高凌波的地位越来越高 在朝中的分量越来越大 相信用不了多久 江文元就能拿到这个位置 名正言顺了 落定了经略史 那个名不正言不顺的 监察史周凤强 就可以滚回来了 所以 陈少这是急了吧 两年了 也没有抓住个 有点分量的把柄 高凌波面带不屑 说道 所以 他们想在这次战事上 做手脚 没这么傻吧 这不是打皇帝的脸吗 陈大餐和周检察 私信说什么 下官还不知道 但卢锦正问事 下官知道 他问的什么 他好似问上一次战事 有没有冒名领功 赏罚不明 独检正走进宫殿的时候 悄悄地抬头看了眼 见 浴床上的皇帝 面色沉沉 再看四周的官员 有面带笑意的 也有面无表情的 便知道 肯定没什么好事 听闻西北军中 对朕的此次上罚 迫有怨对 皇帝的声音 轻飘飘地落下来 独检正心里咯噔一下 下意识地抬头看陈少 陈少面无表情 江文元等人举授了风赏 说龙骨之节在于精兵汉将 他们不过是从军之将 并无尺寸之功 所以不敢受风赏 唯恐他人不服 皇帝接着说 视线冷冷地 看着下面躬身而立的卢简正 卢三 你觉得谁人不服 卢简正脸上的汗水冒出来 他很不想回答 但又不能不回答 陛下 没人不服 大军得胜 将官只会得党 当得起风赏 皇帝淡淡问道 那就是你不服了 卢简正立刻攻身 慌忙说道 陈 陈不敢 陈没有 陈少 忽的开口说话了 陛下 江文元 无始皇命 行径轻条 顾名调狱 当罚 如果是普通臣子 做出这种 打朝廷脸面的事 自然少不得 被皇帝殉斥 让他们求人得人 但这一次是江文元等人 是皇帝刚刚为了胜利 打贺过的 昭告天下的一战 击溃西贼王师 功劳实在是太喜人了 皇帝的脸色更加难看了 尤其是说话的是陈少 谁不知道 卢简正正是他陈少举荐的 这件事说是卢简正私下询问 其实 大家心里都猜测 是陈少受益的 只不过没证据罢了 不过这种场合 陈少出来说话 无疑是自便 但不出来说话 也少不得被扣上一个 薄情寡义 明哲保身的帽子 总之 这一次 够他在皇帝心里 憋几个位次了 高凌波 嘴角的弧度更大了 他从来没有这样欣赏过 陈少这种 刚直不阿的态度 看到陈少还要说话 卢简正咬牙 抢先说 陛下 朝天既有有功不赏的道理 臣行有不大 愿亲自往西北去 为江的人等人送上 这是自请外放了 皇帝的嘴边一丝冷笑 看到没 这种才是孤明钓鱼 他要求名 就给他这个名 就让他求人得人 当真以为 朝廷会舍不得他吗 皇帝淡淡的道 朕还真是没听到有人不服 那你就带朕去听听 到底是谁在不服 有多少人不服 看着朝臣们退了出去 皇帝有些疲惫的靠在浴床上 站在下面的大皇子立刻上前 关切的说 父皇 还是回宫心息吧 皇帝没有起身 而是伸手按了按额头 问道 今日的事 你怎么看 对望 他们有对望 这种官员不可用 江代人功劳可见 而这些坐于京中的官员 却势而不尽其劳 只见其德 甚而对望 当罚 如果不罚 日后外军之中 做事必将受困 皇帝抵念头 大皇子忍不住 带了几分得意 却见皇帝又看向另一边 问道 卫郎 你说呢 臣觉得 此事有些蹊跷 卢三 查得蹊跷 江文元 去说封赏 拒得蹊跷 而陈相公 话说得 也蹊跷 所以 这件事 根本不在对望 皇帝 一面伸手 按着额头 摇头 无奈一笑 看到没 不管什么事 好事坏事 高兴的事 败幸的事 真的这些参政大臣们 总能找到机会 故乡攻击 芝麻大的事 也能勾心斗角 永远是 一轮相搅 难得清紧 陛下宽心 志恒之大难免 只要他们 有功于国 倒也可以 不问其心 皇帝点点头 看着他笑了 一面起身 说道 好了 都累了 回宫吧 静安郡王 失礼应声事 看着皇帝 遗仗离开 大皇子 抬起身 面上 几分愤愤 静安郡王 问道 殿下 你要去 太后那里吗 不如一起 大皇子 冷哼一声 礼都没理会他 转身就走了 静安郡王 不以为怪 微微一笑 慢慢地 迈步而行 而在另一边 卢简正 正对着 陈少师里 他的声音 有些哽咽 大人 都是下官 累害大人了 下人 会对大人的举荐 不仅 没帮到忙 万人害的大人 被人陷害 旁边的人 忍不住愿道 四安 你说你也是 你 你怎么去问这个呢 也不看看 这是什么时候 这不是 打黄对了眼吗 陈少师 这也怪我 不该跟他 私下提起 周检查的事 大人 是小的自作主张 自以为是 害得大人如此 卢简正 神情更难过了 有人感叹道 哎 情势还是不够 小心谨慎呢 这官厅里 不知道安插了 高陵波多少眼线 陈少 点点头 事已至此 不要多想了 出去避避也好 是啊 也只能如此了 卢简正 攻身失礼 神情沮丧 事情 竟然变成了这样 高陵波 竟然抢先上了 一把火 烧得皇帝震怒 他陈少等人 简直是遭了 无望之灾 明明什么都没做 却被骂的骂 扁的扁 这件事可怎么好啊 如果那个娘子 此时再来找自己 自己只怕连 稍微推脱的话 都不能说了 只能直接劝阻了 就如同上一次 逃兵事件那样 陈少苦笑一下 或许 那娘子 根本就不会过来 找自己 不管怎样 最好的就是 能如夫人所说的那样 是自己多虑了 那娘子 并不会 真的上京来 也不会 为了这几个 兵丁的事争功 毕竟 不管有没有 高龄波的出手 这件事说起来 都是太可笑了 如果 那几个兵丁还活着 倒也值得论一论 死了 还争什么 又有什么用 更何况 又是这么难的事 人生在世 要做的 可做的事 多得很 没有必要做 没有意义的事 她慢慢地说 不过 我定人会查出 是谁在背后 算计的你我 不过是一局而已 棋盘上在 输赢未定 虽然如此 结果如何 也到底未定 娘子 不用多虑 几日后 秦师三郎 也说出这句话 手中 端着一碗茶 坐在一间 简陋的屋子里 比西间 含有腐败的臭味盘旋 但 这并没有影响到她 神情淡然 成交娘问道 你说 皇帝说 没听到有人不服 所以 要人去听听 到底是谁在不服 有多少人不服 是啊 真是可惜了 我原本想着 让我父亲找机会 说出此事 没想到 到底被他们提早一步 闹成这样 暂时 这件事不能提了 娘子莫急 咱们再想办法 我 本来就不急 成交娘摇头一笑 秦师三郎 放下手里的茶碗 看着眼前的小娘子 以着小娘子的习性 向来是 不出手则已 一出手 必胸有成竹 她抬起头 看着四周 这个破旧的 散发着腐臭味的 城外小旧方 难道 是真的心血来潮 搬来这里住的吗 听婢女扮情说的时候 她还以为 自己听错了呢 她又看向成交娘 对 朝堂的事与你我无关 放在一边 娘子 那么你的事 到底有何判算 可能与我说 我要做的事 从来无不可对人言 就是迎我哥哥们 迎临归来 得以安葬 那目的已经全好 不知道娘子可准备好了 就要准备好了 听七十三追问 城交娘慢慢说 七十三盯着她一刻 摇头笑了 好 那我就等着 看你准备的什么 她等着看 智鸟将机 悲非脸翼 猛兽江伯 敏耳伏伏 她等着看看 两年了 在这个 她曾经留下痕迹 却又几乎消失的京城 在这个 她曾经声名大作 却又不为人知的京城 看看 这小娘子 到底又将掀起什么风浪 到底 又让多少人 惊讶说谈 又到底让多少人 命运顺变 又会让多少人 咬牙暗念一声 江州杀儿 高林波好狠 虽然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独私安 依旧恨恨不已 尤其是到了七月末 八月初 她出京赋任的日子 怪不得她要如此奋恨 因为 原以为 自认罚去西北 已经算是够可以了 没想到 高林波几番禁言 最后 竟然让她去南州路了 说的还理所当然 江文元是南州路起家 在那边剿灭过男人蛮夷 为了让卢私安 好好地了解一个将官 如何辛苦得工 所以 要他从其最初查起 话说得好听 但谁都明白 这是摆明了要卢私安的命 南州那种地方 仗力遍地 去了十个九个藏民 还有一个疾病缠身 苟延余生 这是杀鸡给侯看 好让别人都看看 跟他高林波作对 是什么下场 京官外放 都不情不愿 在京中 能拖久一点 就拖久一点 卢私安也是这般 更况且 他要去的地方 可谓必死之地 家人都已经恨不得 要提前给他办丧事了 但吏部却催促他 出京妇任 几乎是吏逼着 哎 这是宋夫任 还是压记 卢私安 将手中的酒碗放下 又是愤恨 又是悲哀地说 此时 坐下得胜楼 上好包房里 陪酒送行的人 心里都是如此心情 闷酒喝得 仁义醉 在座的好些人 都带着醉意 一个人放下酒杯 醉醺醺地说 什么不察之过 污蔑将官之罪 一个武将 有什么不能说的 有功 有功怎么了 当年完文城有大功 不也是说啥有啥了 连个复原的理由 都懒得想 什么时候 卢大人这般的文官 连武将 说都不能说了 真是颠倒了 乾坤阴阳 另有人 愤愤说道 那又怎么样 这件事 跟那些武将武官 是因为高陵波 这句话 让在场的气氛 再次变得沉闷 是啊 都是因为高陵波 而且高陵波也做到了 这真是让人 灰心丧气的事 有人打起精神说 今日 是给三兄送行 别再替那厌恶了 对 这是我给卢兄 你的好东西 另有人 一面说 一面拿出一个小词惯 在座的 都有些好奇 纷纷问是什么 那人 有些得意的说 这是我从同内汉家 好容易才得来的玩要 此言一出 满座的人皆惊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